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楼大陆的世界里,武魂的分类和武魂的品质往往可以影响一个魂师的前途 说起兽武魂,我们的当家代表无疑就是实力排行万年老二的戴木白 开局和唐三对战,唐三差太一个魂环 但是人家有暗器,打出全力,戴老大估计是打不过的 但是不得不说戴木白的武魂算得上是精品了 而且是继承了皇室血统的一个武魂邪魔白虎 当然与戴木白的武魂齐名的另一个武魂 那就是也是开局很早就出现的一个人,唐三的干爹 也是他师父的武魂,蓝电霸王龙 只不过玉小刚的蓝电霸王龙是个次品 变异成了一个四猪飞猪,四龙飞龙的东西 但是可以实体化的变异武魂 削弱了其原本蓝电霸王龙的霸气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的顶级兽武魂如果玉小刚没有变异的话 和戴木白对战一场 究竟会是谁的战斗力更强呢 其实在后续的剧情里有过同等级的 蓝电霸王龙对战邪魔白虎的剧情 那就是后期戴木白对战玉天心 还是玉天霸的一战 党的两个人筋疲力尽 最后还是戴木白赢了 那可见是邪魔白虎更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大速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 奥天锤上有几个十万年魂魂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